好,那同學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身體的最主要的吸收器官是哪個部位 其實我們身體可以吸收養分的器官呢 主要就是小腸,第一名是小腸,然後第二名是什麼呢? 大腸 其實90%以上都在這邊完成 那好像那個吸收不良是不是因為那個? 小腸的問題,小腸是主要吸收的 所以大部分的吸收都在小腸發生 那還有一些大腸還可以吸收剩餘的什麼? 水份,但是只有水份 還有一些維生素 那我們的胃也可以吸收一些藥物 不過基本上最主要也是在哪裡吸收呢? 小腸 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吸收的器官 它是最主要的吸收器官 所以如果小腸出問題呢 你知道它物質就不能吸收了 那小腸很特別,它基本上是一條 大概將近3到4公尺長的一條管子 3到4公尺 對,就是比你的身高還要高 將近兩倍以上 對不對? 所以小腸非常的長 那小腸因為 你想想看喔 我們吃了所有的食物 在3公尺內要完全的消化完畢 這是完全吸收,是很困難對不對? 你要很有效率才能夠吸收 反正兩份全部都吸出來 那怎麼樣吸出來? 那吸收呢,必須要怎麼樣呢? 必須要有很大的什麼? 表面積 所以呢 它為了增加表面積小腸呢 它要增加怎麼樣? 它的表面積要夠大 表面積 其實呢 各位 生物 都會有這種現象 表面積要夠大 那什麼吸管表面積很大呢? 比方說我們的肺也有類似的現象 我們肺裡面有很多小泡的話 叫做什麼? 肺泡 它也是為了吸收表面積 它要我們身體裡面的血管 用血管叫做微血管 它的表面積也怎麼樣? 很大 這些目的都是為了什麼呢? 吸收 對不對? 你看那個兔子的耳朵 裡面很多微血管 它可以散熱啊等等 所以很多功能都是跟表面積有關係 這樣了解嗎? 就像說 我們要泡那個牛奶 如果那個奶粉是結塊的 比較難怎麼樣? 比較難泡 或是說 你要炒那個蘿蔔 蘿蔔你要怎樣切才會容易熟 我們會把蘿蔔切成什麼? 切丁的 為什麼要切丁? 其實目的是為了什麼? 比較快熟 對不對? 如果你把整條的蘿蔔拿去煮 你可能要煮很久 你要蒸很久 可是如果你切得很小 你只要炒一炒就怎麼樣? 就熟了 所以 這個目的都是為了增加表面積 增加 不管是散熱也好 不管是吸收也好 所以 小腸它是一個主要的吸收器官 那小腸我們來看一下 它呢 不是單純的一條管子而已 它不是一個很像水管一樣 不是的 它裡面有很多 微小的什麼? 皺摺 你知道嗎? 很多皺摺 你如果把它放大來看 會看到裡面很多 這個彎彎區域叫皺摺 那皺摺呢 就可以增加它什麼? 可以增加5倍到10倍的面積 增加了皺摺 那皺摺上面還有什麼呢? 熔毛 這是黃色代表皺摺 皺摺上面還有熔毛 又增加了什麼? 面積 那熔毛上面還有什麼呢? 微熔毛 也是為了增加什麼? 面積 所以如果全部面積加起來呢 我們人體的小腸 如果你把小腸整個鋪在地板上 你看它可以鋪多大呢? 大概是一個排球場那麼大 一個人的腸子喔 鋪在地板上 可以弄攤平之下呢 跟一個排球場那麼大 其實很驚人對不對? 好 一個網牌球長這麼大,知道嗎?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盡可能的吸收所有的什麼? 營養 好,那我們不討論微維毛 因為微維毛是高中的課程 反正它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什麼?吸收 好,那麼呢,我們來看一下熔毛的構造 熔毛呢,其實它是不是毛呢? 不是毛,它其實是肉做的,知道嗎? 它是由我們的皮膜細胞做的 好,那同學,如果你把熔毛呢,放大來看呢 熔毛放大來看呢 它其實是單一個細胞所構成的,知道嗎? 好,那請問熔毛裡面有幾條管子呢?有立體 裡面有幾條管子? 蛤? 請問裡面有幾條管子?算一下 我們的圖畫有幾條管子? 好,告訴我 課本怎麼畫的? 熔毛,請問有幾條管子? 課本裡面是什麼畫的? 一種什麼顏色的? 紅色的管子 一種什麼顏色? 黃色 黃色,為什麼要畫洋中不同管子呢? 因為這兩個管子的功能怎麼樣? 不一樣 紅色其實叫做微血管 好,微血管又分成動脈跟什麼靜脈的進入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一種管子是 它是這樣子 我把它畫得更仔細的圖 我會把它畫成紅色跟什麼? 藍色 好,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下個單位會介紹 基本上微血管呢 它是由小動脈進入 小靜脈怎麼樣?出來 好,這是兩條 這是進去的叫做小動脈 出來的叫做什麼呢? 小靜脈 好,那這個血液目的是 我們還沒學到 血液目的是為了供應整個身體的養氣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形成一個網子 這個地方叫什麼呢? 這個地方就叫做微血管 這叫微血管 這邊叫做微血管 那橘色的地方就是絨毛的表皮 絨毛小腸絨毛的皮膚 好,小腸絨毛皮膚 其實是一個非常薄的一種氣包 那你知道呢 這外面就是小腸對不對 小腸可以把養分怎麼樣? 吸收 所以養分呢就會怎麼樣? 被吸收進來 這是養分 養分會進到小腸 那這個呢,同學 微血管的部分呢 主要其實是負責水 水溶性的養分 什麼叫水溶性的養分? 水,比方說什麼東西可以溶水? 乳糖 氨基酸跟什麼? 礦物質 所以它是負責水溶性的吸收 水溶性養分的吸收 好,水溶性養分的吸收 那所以呢 你喝的水 比方說水 礦物質 乳糖 氨基酸 都從這邊進去 這樣可以嗎? 就被這個管子吸收掉 就可以吸收你的血液 但是呢 有一種東西 水跟誰不相容呢? 油 油,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吸收油 要用另外一條什麼? 管子 可以嗎? 另外一條管子 就是負責喝 喝油的部分 那管子長什麼樣子呢? 它長這樣子 它在那個裡面是用黃色的表示 在課本裡面用黃色的表示 這種管子呢 你現在還沒學到 這種管子叫做淋巴管 淋巴管 那因為它很微小 在腸子裡面把它叫做微淋管 或是乳泥管 我們這邊把它叫做乳泥管 因為它是會吸收什麼呢? 吸收油的部分 好 乳泥管呢 是一種淋巴管 以後會學到 下個 欸這次上考也會考這個地方 你們先進一下 它是一種淋巴管 好 那乳泥管負責誰的吸收呢? 負責 負責油脂的吸收 嗯 拿一過來 負責脂溶性養分的吸收 什麼叫做脂溶性養分呢? 好 這邊可以看得到嗎? 脂溶性養分的吸收 好 哪些東西叫脂溶性? 比方說你吃的油對不對? 還有呢 有一些維生素像維生素A 胡蘿蔔素 它必須要融在油裡面才能吸收 A跟D 都是要油才能吸收 好 我們有介紹過的 那叫脂溶性的 所以呢 這個維血管它就負責這兩套的吸收方式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小腸的龍毛 這樣可以嗎? OK 那吸收完之後 就可以送到全身去使用 就可以 比方說 你的大腦就需要一些養分 你的身體需要養分 就是這樣吸收 好 所以這就是小腸的吸收的部分 謝謝 謝謝 謝謝